每逢豪大雨来临 五谷成泰路多处就会发生积淹水的情形 因此为了清楚了解排水沟内的这个现象 到底跟淹水问题有没有关联 所以新北市议员陈明一特地携带气聚 针对积淹水的路口沿线的水沟 亲自进行查看 希望能够找到真结点 尽快改善这项水患的问题 每到豪大雨时 五谷成泰路多处发生积淹水情形 五谷里长陈一泉指出 这是雨势太大的缘故 并质疑是水沟过于老旧且排水管境狭小 才会造成雨水宣泄不及 为能有效改善积水问题 市议员陈明一特别携带气聚 雨水利局及公所人员 针对陈泰路基盐水路口沿路打开圆孔盖进行查看 这一次这个水灾因为是下雨太大 而且是我们这个水沟已经太老了 可能就是太小容不下流水 所以才会淹水 我们刚才看到很多只要跨过陈泰路的 寒管大概50公分 可是我们路两边的湘寒 都是宽两米深度一米多 也就是说宽两米深度一米锅的湘寒 到了马路路口的地方 剩下50公分的圆形的寒管 那这个寒管根本消化不掉 就会造成大雨的时候水会积水 未能清楚了解排水沟内情形 陈明毅议员趴在马路上 将投探入实际了解水沟流向及深度大小 并比对区域排水图与相关人员探讨 我们借了一些工具 把每一个寒孔的冷孔盖 还有水沟盖打开了以后 公所在水沟的清淤做得非常好 里面没有什么淤泥 没有什么杂物 但是很多衔接面高层低层的问题 造成排水不顺甚至于大街小 变成喇叭口这种状况都存在 经过沿路的查看之后 议员认为早期施做的排水沟 如大小高低衔接上等 都有问题需要改善 他将会与相关人员 针对五谷地区的排水沟渠 做全面性的勘察 然后再做完善规划 尽早改善当地积淹水问题 以上新闻记者胡宇轩 在五谷采访报道